欢迎继续收看 最关心得好的分年新闻 为着高雷清晨学生努力达赛 台中大吨夫人时 为民国八十七年开始 设立教育中作金 仅仅已经帮助超过一千个学生 因为感觉平衡的教育主要较不足 因此今年提供 郭北荣工八个学生 每人一万两千块的中作学金 除了有输入的小孩和家庭 比较没负担 忙忙大家有抛转营业的效果 郭北荣工的学生 为台中大吨夫人时的新闻手里面 超过万一千块的中作学金 为着高雷清晨的学生 可以认真来达赛 台中大吨夫人时 今年提供郭北荣工八个 领中作学金的人所 对这份赏心 领中的学生是表示相当的感谢 先谢谢夫人时的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给我们这笔讲助节 还有你们的关心 我很开心 谢谢 谢谢此次台中福人社的奖助学金 让我在读书之余 可以不用担心家中负担 因为未来的我也能够有能力 然后将这份爱心传达给更多 和我一样或是更需要的人 台中大吨夫人时的市委 民国87年以来就失去高雷清晨做学金 到现在已经帮助超过一千块的学生 也因为感觉到近几年 受到其很影响 很多家庭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传绩 和上平衡到幼稚园 和实际不足 因此今年是有特别资金 和受资金的人所 大成奖学金大概已经有23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持续关怀弱势 而且学业成绩优良的这些同学 尤其是我们李崇毅李校长是我们的社友 所以我们也特别从台中 来这个地方颁发奖学金给8位同学 那其实也不止这位8位同学 我们今年度总共颁发了78位的同学 那每位是资赠一万两千块 那这是代表我们大臣佛伦社长期 关怀这个小朋友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今年尤其疫情的关系 有许多小朋友可能家庭 有遭受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增加了 许多的名额提供给学校 另外今天对台中大臣佛伦社 对于学校的支持和关心 校长就了表时间问一话 同时各类小朋友可以团形这份生心 然后可以用这样的精神来回馈社会 大臣佛伦社已经连续的五年 来到学校关心我们护文工的学生 也让我们护文工的学生 可以充分接受到社会对学生的关心跟救助 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学习之外 更重要的是能够学会以后 如果在各个的领域能够成功之后 能够保持着助人 而且能够来协助他人 这样子的善心跟这样的抑举 期待这些来自社会关心和温暖 都要能够有需要的健康和家庭 能够无负担来面对生活 更期待这样的生情 有抛专应有的好个 期待丁佛营 彩虹不得